广东洪源队逆转北京队 杜芬深夜却收到坏消息 周期摊牌比徐杰更糟糕 大家好 欢迎收看本期视频 CBA常规赛激烈进行 第二阶段的比赛 随着时间推移 竞争也变得越来越激烈 在本轮常规赛中 广东洪源与北京北汽展开了一枪 强强对决 这两支球队都是争冠的热门 这场比赛对于杜芬来说意义重大 此前广东洪源取得了六连胜 但赛程并不艰难 因此这场比赛能否击败北京队备受关注 比赛过程非常曲折 两队都有球员受伤 上半场北京北汽保持领先 但在下半场第三节 广东洪源完成了一次大逆转 扭转了比赛态势 这次逆转展示了广东洪源整体实力的强大 以及杜芬在场上指挥能力的出色 一招简单的联防让对手束手无策 这场胜利让广东洪源在积分榜上巩固了领先地位 周期回归后 广东洪源的争冠势头迅门 一些人甚至认为有了他 广东洪源已经具备了夺冠的能力 超越了辽宁南南成为全来门最有希望获得冠军的球队 这样广东洪源的球迷们 对新赛季球队夺冠充满了信心 然而比赛结束后 广东洪源受到了一系列的打击 首先徐杰的伤势严重 预计会连续缺席比赛 胡明仙的伤势不重 但也需要休息一段时间才能回归赛场 更令人担忧的是 周期在接受采访时透露了自己的身体状况 让人感到他的情况比徐杰更加严重 根据全媒媒体人导演透露 周期表示腰部有些反应 杜芬希望他能够在比赛后半段坚持上场 这意味着在连续高强度的比赛情况下 周期的身体有些吃不消 腰伤有复发的迹象 周期的腰伤如果再次复发 将带来更严重的问题 这会对他的职业生涯造成严重影响 与徐杰和胡明轩不同 他们还年轻 受伤后只需要休息几天即可康复 但是周期的腰伤比较复杂 如果情况加重 需要接受手术治疗 那将导致他本赛季无法付出 甚至对职业生涯产生负面影响 而如果采取保守治疗 不进行手术 周期的发挥也会受到影响 因此周期自己在采访中提到腰部反应 这并不是一个好兆头 我们希望所有球员都能够保持身体健康 尽管广东宏远在比赛中取得胜利 但球队面临的伤病问题 使他们的前景变得不确定 这对于球队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他们需要调整和寻找替代方案 来应对这些伤病问题 并保持顶级竞争状态 只有这样广东宏远才能在联赛中 保持优势争夺冠军 对此大家是怎么看的呢 欢迎在评论区里多多发表你的看法